赖女士的腰跟左大腿季节一变就酸痛不已 有时还会有麻的感觉 这都是因为车祸的后遗症 车祸导致赖女士左大腿骨折开刀 腰部受伤还换了人工髋关节 虽然行走没有问题 但后续的酸痛麻一直困扰着她 整个大腿整个这个都会痛 是很痛 不想一直依赖止痛药 赖女士后来尝试做针灸的附件 然后浇一点水中 疏通她的筋络 然后就是有帮助活血化育的作用 然后疏解她的一些筋膜的 一些脏力或是疼痛等等 一周三次的针灸 赖女士酸痛麻的情形明显改善 针灸完以后就比较不会那么痛 可是也不是说一次两次 针完就会好了 还是要继续针来 除了车祸受伤以外 针灸对于运动伤害的治疗 也有不错的效果 尤其是对于不能任意用 止痛药的运动选手来说 在即兴期就可以透过针灸来止痛 针灸后会撕出所谓的脑内飞 脑内飞很像这是一个人体的东西 然后很像马肥类的东西 马肥类的东西可以止痛 对于运动伤害的后续附件 针灸也能提供协助 慢跑的或是在打球的 像肩膀痠痛手肘痠痛甚至膝关节疼痛 都可以适合用针灸来处理 不管是车祸受伤或是运动伤害 针灸对于控制疼痛 松解肌肉 解除沾黏 都有正面帮助 让需要复健的患者多一项选择 继续